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智慧城市技术发展 基建股看涨 二 太空探索商机无限 航天股的新前沿 三 可持续时尚趋势上升 环保服装股受关注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慧城市技术发展 基建股看涨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如果你还在用手机 只是打电话和发短信 那么你可能要被时代抛弃了 同样的 如果一个城市还在用纸质地图导航 用人力计算交通流量 那这个城市也许就要被时代遗忘了 这就是智慧城市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基建股的看涨故事 想象一下 你走在街上 每一盏路灯都能感应到你的存在 自动调节亮度 或者当你开车上路 交通灯能够根据实时交通流量 智能调节红绿灯 让你不再因为红灯而焦躁 这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 这是智慧城市技术正在做的事情 那么 这一切与基建股看涨 有什么关系呢 让我们用一个幽默的比喻来解释 想象智慧城市 是一场盛大的宴会 而各种高科技设备和系统 就是宴会上的美食 那么 基建就是搭建这场宴会的场地和桌椅 没有坚固的桌椅 和足够大的场地 怎么摆得下这么多美食呢 随着智慧城市的概念 越来越受到重视 政府和企业都在加大投资 从智能交通系统到智慧照明 从智能水务管理到智慧能源系统 这一切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 这就意味着 那些参与到智慧城市基建项目中的公司 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当然 投资基建股也不是没有风险 就像宴会上总有可能出现食物中毒一样 基建项目也可能因为预算超支 技术问题或者政策变化而遭遇挑战 但是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支持 智慧城市的建设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以 对于那些寻求长期投资机会的人来说 基建股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毕竟 谁不想在这场智慧城市的盛宴上 奋一杯羹呢 只是别忘了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要留意那些可能出现的小意外 毕竟 投资就像是一场冒险 既刺激 又需要谨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太空探索商机无限 航天股的心前沿 在这个宇宙探索的黄金时代 当我们谈论到太空探索的商机时 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 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地上捡起个财神爷 只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 林妹妹变成了火箭和卫星 财神爷则是那些敏锐的投资者和创业者 他们在太空探索的心前沿 寻找着无限的商机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 让科幻变成科实的航天公司 从埃隆 马斯克的SpaceX到杰夫 贝佐斯的Blue Origin 再到理查德 布兰森的Virgin Galactic 这些公司的创始人们似乎都在进行一场现代版的太空竞赛 不过 这次不是为了国家荣誉 而是为了开辟太空旅游 卫星互联网服务 甚至是太空矿业的全新领域 当然 这场太空竞赛也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机会 航天股成为了许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十年前投资了SpaceX 那么今天你可能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当然 这也伴随着高风险 毕竟太空探索不是买菜 一个小小的计算错误 或技术故障 就可能导致巨大的损失 但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这场太空探索的大冒险中 还有许多其他的玩家 从提供发射服务的火箭公司 到开发先进卫星技术的创新企业 再到那些专注于太空旅游体验的新兴公司 这些企业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开辟太空探索的新领域 而对于那些寻找投资机会的人来说 这就像是一场宇宙级的宝藏狩猎 只是这次 宝藏不是精英财宝 而是那些能够在太空探索领域中 取得突破的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这次的分享 如果说地球上的商业竞争 是一场马拉松 那么太空探索的商机 就像是一场无重力的跳远比赛 参赛者不仅要有强大的跳远能力 还要懂得如何在失重的环境中 保持平衡和方向 对于那些勇敢的太空探索者 和投资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场刺激又充满挑战的冒险 所以 当我们仰望星空 不妨也思考一下 或许下一个商业帝国 正孕育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持续时尚趋势上升 环保服装股受关注 在这个时代 当地球发出了我也需要减肥的 SOS信号时 人类终于开始行动 尤其是在时尚界 是的 你莫听错 那个曾经已浪费文明的行业 现在正带头走在可持续发展的路上 这不仅仅是一场革命 这是一场穿着环保服装的革命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可持续时尚这个词 这不是指你的衣服 可以持续 穿到下个世纪 虽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而是指在生产过程中 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并且在整个生命周期中 都保持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换句话说 这是关于制作出既时尚 又不会让地球哭泣的衣服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 环保服装股票 开始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想象一下 这些公司的股票 就像是由有金棉制成的T恤 不仅舒适 而且对良心也很舒服 这些公司可能从事回收材料的使用 减少水和能源的消耗 甚至开发新的 更环保的材料来制作衣服 他们的创新不仅仅是 为了时尚 更是为了地球的未来 这就像是给地球 穿上一件漂亮的绿色外衣 但这场革命 并不仅仅是关于材料和生产过程 它还涉及到消费者的行为改变 从快时尚 转向慢时尚 快时尚就像是一场狂欢派对 而地球是不情愿的主办方 而慢时尚 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小型聚会 每一件衣服 都有其故事和价值 当然 这场革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 环保服装公司受到关注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时尚 将是一个更加可持续 和负责任的时代 所以 下次当你在购买新衣服时 不妨想一想 这件衣服 是不是也让地球 穿上了一件微笑的外衣 总之 可持续时尚的崛起 不仅是一场时尚界的革命 也是对我们这个星球 未来的一份承诺 而在这场革命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位时尚英雄 穿着环保 让地球更美好 亲爱的观众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谈论了智慧城市 技术发展 带来的基建股看涨 太空探索商机的航天股新前沿 以及可持续时尚趋势 上升的环保服装股 智慧城市技术的发展 将带来无数的便利和改变 而基建股 将成为这场变革的重要受益者 就像一场盛宴 需要坚固的桌椅 和足够的场地一样 智慧城市 需要先进的基础设施来支撑 因此 投资基建股 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但也要谨慎面对风险 太空探索商机的航天股 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 随着航天科技的不断进步 太空探索 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 而是一个真实的商机 从太空旅游到卫星互联网服务 从太空矿业到火箭发射服务 这些都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最后 我们谈到了可持续时尚的趋势上升 在人们对环境保护 越来越关注的背景下 时尚界开始走在 可持续发展的路上 环保服装股 成为了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这些公司努力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 同时提供时尚又负责任的产品 总的来说 这些领域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带来了无限的投资机会 但同时也要谨慎面对风险 作为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收看 下次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